看标题,你就知道说的是谁,这NBA里最赢的男人出了课比,还真没人敢自称,从他退录后,谁又会出现在凌晨四点的洛杉矶,这并非是在怀念课比,而是他所留下的传奇色彩。 他那无人可及的斗志,征服了成千上万的球迷,也影响了无数现役球员,在清文威少接受了优膝关节进手术时,不仅改叹就强如神龟的身体素质,都看不住伤病的侵袭,在接受第四次优膝治疗后,我们只能祝福他健康,所以那个NBA最赢的男人,是何等的令人敬佩,手指脱臼,呆回去。 接着打不知道大伙在打球时,又没有遇到过脱臼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键错位,轻则疼痛明显,重则失去正常活动的功能。 你应该还记得了扶手臂拖救后,那痛苦的表情,以及捂着手臂跑下场的画面,打篮球的确是有伤病风险。 2016年2月20日,胡仁在主场面对马刺,虽然最后以6分之差输了比赛,但这场的科比,让人看到了他的剑影。 本场比赛,科比出场29分中,拿了全场最高的25分。 不过三分球八投一中,为他们数球埋下了隐患。 比赛中科比手指不顺脱臼,在对一建议,要回更衣室接受治疗时,科比却直接让他在场边就扳回去,不经过任何处理生败。 好歹是投篮的右手,实质连心大家都知道,厉害就厉害在科比版回托旧的手指后,并且又重新上场,还投中一球。 这样的冰争铁骨,只剩膜摆,跟剑断裂,却左脚,继续发时间回到六个赛季前。 在2013年4月12日,胡人坐镇主场对战勇士,在第四节还有三分多钟时,107比109胡人落后两分。 但谁料到在科比突破哈里森巴恩斯时的那次倒地,直接导致跟剑断裂,以科比的话说,他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,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 科比并没有因此下场,他却左脚忍着痛,继续站在拉法仇线上,毕竟的对现代队进进后再的承诺,这个男人始终不会忘记一个领袖的职责。 两发玄众,科比为胡人留下了最后的希望,作为斯坦普斯的主人,他不允许自己就这么倒下,所谓的曼巴精神,并非是空谈。 科比所展现出的强硬,也不是洛杉矶凌晨4点所能一笔带过的,手指脱臼或是跟剑断裂,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,都是正常的伤病。 但有多少能做到像科比这样的,去植可数吧,无论是8号或者24号,对于科比来讲,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段传奇,都印证着科比的精神,能成为球迷们都尽量的球员,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 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曼巴精神,那看看科比云离智制的展现,你或许会打心眼里佩服。